还没到啊 秦工业主角 就差你了 嗯 马上到 来来来 喝一个 喝一个 你们刚刚来公司 就应该学会多喝酒 声音不是这样谈的 有些事情也可以拒绝 我喜欢这样的口感 正好不用等了 恭喜李组长 稳稳荡荡 可是 我还是有点慌 我真的能胜任吗 当然 先是保护自己 然后才是工作 那我先走了 嗯 回家注意安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这两天 你现在看起来 很不一样 或许你当年风采 不值啊 你是说穿过那条走廊 就能到达民国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寻房 走廊的尽头 却多了道门 我遇到了一个人 哎 先生 子弹打进了他的身体 情况非常危急 你干什么 你身上的伤没知觉吗 再不缝合会感染的 我不用马飞 你需要静呀 别斗坏现实 也别说你见过 你走不久 追兵就上门 我隐隐觉得 他有些生死 别跑 站住 别跑 别跑 我这儿 看见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没有 往那边去了 追 为什么要救我 你是什么身份 不要调查我 怎么还要杀你的救命恩人 谁呀 五日之后 他找上了我 他接到了窃取情报的任务 需要一位女伴 我愿意帮助你 因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下周客长夫人举行身份 这是潜入的最好时机 主持人铺定好你们商务会长的身份 好的 歌长夫人是出了名字挑剔 用什么才能取得她的信任呢 女孩子大多爱美 听闻她十分项目赵夫人皮肤白皙 啊 我想 参加晚宴怎么也得穿得正式些 好 好看吗 好看 不要紧张 这位就是海陈商会的吴会长吧 久仰科长大名 这是我为夫人准备的礼物 有心呢 不好意思 我去一下洗手间 我知道一个地方 走这边 我和她在时空中走散了 最近压力太大 也许是一场梦吧 不 她一定存在过 如果一切都是真的 就让我们再见吧 谁啊 如果爱残存下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场梦会自动退出 遇到我的前面 你能变着 遇到我 我有 你这场梦会自动